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到处生命冷暖 《历史今天70年民族劫难》 这是第八集了 我是江峰 孔夫子写过一个个人简历 说他自己15岁知瑜学 就开始做学问了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知天命 五十岁了才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都是有天命安排的 这意思 六十耳顺 就说别人说些什么不中听的吧 也能听得进去了 七十从心所欲 中国民俗当中也有花甲 古稀这说法 十年一个阶段嘛 总结一下 年纪虽然是越来越大了 但是智慧越来越多 修为越来越高 从1949年中共建政开始 它也是每逢十年就大庆一次 但是这个大庆的庆啊 它不是庆贺 更多的是庆幸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几乎每一年都运动不断 斗争不断 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 而每次所谓的十年大庆都是中共一次更大的危机 1959年 这中共大跃进引发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 从那一年开始 开始蔓延了 饿死数千万人 1969年 又是十年了吧 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 苏联差一点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后来是美国人及时出手 逼迫苏联作罢 1979年 中越战争 虽然那场战争只打了一个多月 但是它开启了接近十年的边境冲突 都不得安息 那么1989年呢 又会发生什么呢 1989年的5月9号 北京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了数十万的学生与支持的群众 但是人们并没有阻碍前往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的通道 下午四点钟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来到这里准备会见来访的伊朗总统哈梅内伊 可这李鹏等了两小时也不见哈梅内伊的踪影 怎么回事啊 打电话 这个外交部里宾司的值班司长 从钓鱼台国民馆打来电话说 伊朗总统哈梅内伊罢谈了 什么是罢谈呢 就是不来了 不跟你谈了 国家元首还闹脾气不见面 这在中共外交史上还没有发生过来 你知道这个中共很讲究面子的 要说谁要有可能跟我们谈个问题 谈不拢啊 这人都不让你安排来北京的 你说你来了又不谈不拢 多影响伟大光荣的形象啊 是不是 那为什么哈梅内伊来了又不见李鹏呢 原来呀 哈梅内伊知道 这中共的第一把手是邓小平 见李鹏没用 中共外交部通知哈梅内伊说 邓小平同志身体不好见不了 哈梅内伊知道 你看这个北京的广场上这么多学生 是个人都知道嘛 这个国家要发生大事 如果能见到最高领导人 是了解这个国家未来走向的一个最好机会呀 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你不让见 哈梅内伊所以开始耍脾气 说要见 我就要见就要见 我就握一下邓小平的手 我也不说话也不行 哈梅内伊这么一闹 你说不想见也得见了吧 拖了两天 5月11号的上午 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 其实这段时间里和哈梅内一样 想见邓小平见不着的国家领导人 还有一位呢 不过这一位不是外国元首 而是中国当时的第一把手 名义上的第一把手 赵紫阳 当时被中共确认为 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负责的胡耀邦去世了 参加完胡耀邦的追悼会之后呢 赵紫阳是出访朝鲜 但是北京风云突变 那些被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熏陶了的 第一次深深感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这些大学生 这些支持分子走上了街头 人民日报4月26号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设论 把学生悼念活动定性为动乱 赵紫阳并没有事先得知这些个中共大佬们的私下决定 朝鲜们太不方便当时跟这些北京通话 所以呢 一直等到从朝鲜回来 才开始呢 采取了缓和矛盾降低对立的做法 但是太上皇是邓小平呢 他那边开一个家庭会议就把这个事给定性了 你这里要搬过来 要换一种做法 你必须首先要说服邓小平 于是赵紫阳是非常着急要见到邓小平 但是呢 他的待遇连哈梅内一亿都赶不上 连手都没握着 可是局势依然在恶化呀 广场上和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加剧 大家所不知道的 是5月11号这一天 邓小平他那上午 跑去让闹脾气的哈梅内一亿摸了一下自己的手 下午呢 谁都不见得邓小平接见了一个那个年代他最信任的人 谁 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 这杨尚昆呢 这个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之前呢 当时毛泽东打掉了说中共内部最强大的一个官僚集团 所谓叫做 彭罗路阳反党集团 里面那个阳就是杨尚昆 当时还在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是怎么跟党内讲话的呢 他说这个彭罗路阳 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和杨尚昆 说他们是按照他们的愿望来改造党 来改造全中国 他们是有可能聚在一起搞政变的 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 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应 这刘少奇帮着毛泽东打掉了这四个十全败之后 很快 毛泽东斗争的矛盾就奔着刘少奇来了 那么这一次的杨尚昆 同样也是跟当年刘少奇一样是国家主席了 同样他对邓小平分析了学生运动 为什么会得到党内多数的赞同 邓小平表示说这个人民反对官僚腐败可以接受 但是以此为动机推翻共产党不可接受 杨尚昆作为党内八大元老 坚决支持邓小平的决策给搬掉了赵紫阳 咱们知道在8964之后两年呢 他又落入了刘少奇的当年的宿命 被整肃下台 那么杨尚昆汇报的和邓小平判断的国际 国内阶级斗争究竟是怎样的呢 1988年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气势蓬勃 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呀 这个动荡加剧 美国里根总统和苏联的共产党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导条约 除了关于导弹问题之外呢 双方还关于人权方面的全面控制军备等议题 展开了谈判 于是呢 开始结束东西方冷战收官开始了 戈尔巴乔夫在这个苏联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宣布 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1989年1月6号 也就是刚开年呢 斯大林清洗的那些受害者得到平反 最后一批苏联军队也开始撤离阿富汗 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 咱们知道的历史上 他就开过每一次允许其他党派参加的苏维埃会议 开完了还把人家都给杀了 这一下子过了70年了 到了1989年了 苏共再次允许其他政党参与全国性选举 结果呢 许多共产党人被击败了 当年这个叶利钦是被开除出党的 结果他在莫斯科选区赢得了压倒性的89%的选票 中共的那些东欧兄弟更加动荡了 匈牙利 民主联盟的候选人击败了共产党候选人 提出反对共产主义 保持匈牙利价值 柏兰团结工会取得了合法地位 就在胡耀邦去世前十天 柏兰开始由反对党参与进行政治改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邓小平是已经预料到这种变化 对中国的冲击的 他那年对赵紫阳说 说要反复宣传 中国不能乱 关键是稳定 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 换句话说 邓小平早在8964到来之前就已经确认了 对待民主化和去共产党化的潮流 绝不让步 绝不能允许在中国干下去 他的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个论断 经过中共的宣传机器反复宣讲 现在已经成为了人们这个话语 中共话语体系中的一部分 成为了对待任何 只要你争取人民权利的努力 只要任何危机这个中共执政安全的言行 都必须扼杀 变成了一种决策习惯 也成了人民接受奴役的潜意识 然而在思想开放的八十年代 人们可不会说这句话 什么稳定压倒一切 没这个念头 而邓小平的政治布局呢 却因为胡耀邦的突然去世 被打乱了 不得不提前执行 杨尚昆、博一波、陈希同等人 分别前后的来到这个邓小平住所 跟他说 这北京市的民意呀 还有这个党内很多人都在支持学生啊 这个报告啊 让他确认了 让邓小平确认了他自己的判断 必须通过特殊手段来完成最高权力的重组 打破现有的一种社会力量的平衡 这种社会力量现在在选择民主与集权当中呢 已经偏向于了选择民主 邓小平在四月底就开始了对军队的调配 在他躲着这个哈梅内仪 躲着赵紫阳的这段时间呢 他完成了 来自军方的这种抵制行动 他破除了这种抵制行动 换句话说呢 来北京的军队呀 已经可以保证 听他自己的命令了 准备周详之后 5月16号上午 邓小平会见了戈尔巴乔夫 第二天上午 戈尔巴乔夫还没离开呢 第二天上午 邓巴乔书就开始打电话通知各大中央政治局常委 下午到邓家开会 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 十个集团军从北京、沈阳、济南三大军区 进驻北京地区 当时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呀 赵紫阳呢 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换句话说 他是党的第一把手 中央军委第二把手 按照这个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 那赵紫阳是不是得点头啊 是吧 他是中央总书记啊 他得点头 那么按照中共集体领导的原则呢 作为你军委主席邓小平 你调动军队 当副主席第二把手赵紫阳也得知情啊 所以8964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邓小平超越了所谓的中共的组织原则 策划进行了一场军事政变 打倒了赵紫阳本人 也打倒了赵紫阳的团队 包括什么 包括他在国家机构在国家智库培养的大批精英 也打破了赵紫阳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 也毁灭了中华民族在十多年的思想领域的觉醒与积累 准备迎接民主自由中国到来的真正的中国梦 破灭了 8964有一个巨大的谜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赵紫阳 其实啊 当时是已经很驯服了 被打倒 请假在家了 中共的军队呢 实际上也顺利的到达了指定地点了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赵紫阳在广场露面之后整个运动啊 已经是低调下行 有过那场运动经历的朋友可能会记得 就是北京在5月20号以后国家机关的各街道办 都接到通知了 于是这走出来声援甚至原来你看送水送干粮的市民啊 这5月20号都很少了以后 除了香港同胞继续捐款捐帐篷陆续到达广场以外呢 似乎中国人已经习惯性的听党的话 再次发挥了作用 既然整个运动都已经低调走向低谷了 学生们看来也拖得走不下去了 你知道很多外地高校 这个来到北京支援天安门广场的 在广场上搭的帐篷那些办事处啊 外地高校的这些办事处都没有人了 如果说军队的到来 已经实现了逼迫赵紫阳下台的目的 你为什么到了6月3号又突然大开杀戒呢 原来呀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邓小平会见哈梅内仪和杨尚坤的前一天 5月10号 人大委员长万里当时主持了一个会议 决定6月20号召开七点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当时各大形势都不明确嘛 中央的几位元老还没有到邓家开会 所以呢 万里呢 按照寻常 既然有这么大个事发生 咱们决定了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议 专门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的汇报 后来这个民歌中央主席朱学范 和其他部分人大常委呀 就建议迅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 来讨论一个方案 广场上的学生 甚至是全中国的人 都在等待着人大会议的召开 5月21号 胡启力当时是找到赵紫阳 赵紫阳已经请假在家 不上班了 跟他说 咱们赶快发电报 当时万里已经去了美国了 说发电报让万里 终止在美国的访问 提前回国 5月21号 曹思源口授起草了 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这么一个短信 然后呢 征求全国人大常委的签名 派人送到常委胡继委家 胡继委第一个签名 最后有了一个57人的名单 他的这个提案主要就是要罢免李鹏 这个就成为人大会议的主要议案了 而我们深深知道在中共体制下 如果这么多人敢于签名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投票支持这个议案 香港文汇报把这个名单给放到海外公布去了 于是整个世界都知道了 这个对中共的冲击非常大 你知道吗 第一 中国 甚至中共党内依然存在巨大的支持学生运动的声音 这个信息就被全世界知道了 第二 人大呀 人大可是中共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啊 至少这中共的宪法是这么说的啊 那么这样子人大完全有能力合法的取消所谓的戒严令啊 5月23号下午 万里委员长接到了这个电报 从美国赶紧回到中国了 但是一下飞机就被江泽民给拦在了上海 坚决不让他回北京了 江泽民后来是因为运动早期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封杀 加上这次豁出去了 把委员长万里给劫持在上海了 成为他政治上压注成功的 并最后获得中共总书记大卫的主要原因 5月27号万里表示说支持建言 但是呢 他个人这么表示了 人大最后是没有妥协呀 57位签名人 只有三个人退出 一直到了6月3号 64前一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发言人的谈话 表示 人大会议无限期推迟 这是话里有话的 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说 中共元老们已经无力阻挠人大所代表的巨大民意了 虽然说把会议会期给推延了 但他无法左右民意 一旦6月20号一到 万一全国包括党内的呼声要求按期举行会议怎么办 如果广场上和全国的学生内外呼应怎么办 中共立即会进入失控的局面 那些进入北京的军队 那就说不准了 到底是听这几个元老的 还是听代表中国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呢 到了那个时候 邓小平所有的命令会失去合法性 军内当时有几百名将军反对出兵的 党内还有众多的高级干部反对建言 那到那个时候赵紫阳就不请假了 身体好了 回来成立一个新政府 你说国际上到底会承认谁是合法政权的 控制街头上的学生啊 对中共来说一点都不难 就拿那个李鹏 李鹏迟迟不跟学生对话就看出来了 他都不在乎这些学生 不认为你们有力量 但是人大 他集合着社会的多方力量啊 他有着民意的最高体现呢 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这一点跟当今这个中共处理香港民主运动有着高度的相似 你看五个月的街头运动 中共可以和它的特区政府 可以用各种手段威胁、恐吓 它可以慢慢的跟你拖 慢慢的跟你耗 让这种力量慢慢的消退 让香港的这个斗志慢慢的消退 然后再慢慢分化香港的政治力量 但是这种街头运动一旦走入议会斗争 中共就真的害怕了 它的所有的手段一定会这个时候迅速的强化 因为在中共武警、国安人员这个混淆视听的这种安排之下 伪装成这个抗议者呀 国际上、中国、国内都很难辨析到底谁在街头使用暴力 谁在制造血腥 但是一旦人们开始用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那就是程序正义 那就是不可抹黑的公民力量的体现了 所以中共反而会在香港街头抗议已经趋向缓和的时候 就像当年六四的时候一样 广场上的人们已经开始慢慢散去的时候 他反而会找各种借口来激化矛盾、升级暴力 为什么 他要坚决阻止民主的力量走入庙堂 6月3号晚上到6月4号凌晨 中共军队从南边、西边强行的进入了北京天安门广场 对沿途试图阻拦的民众开枪 造成了至少数千人死亡 这就是8964事件 中共副总理吴学谦的儿子吴小庸 当时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部副主任 6月4号一早 他把他在大街上所见到的镇压后的这个场景写成了新闻稿 交到了台里播出 这则80秒的新闻成为了唯一一个揭露、六四镇压 以及痛斥当局行径的中共官方新闻 这个新闻这么说的 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 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害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 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 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 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 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的哀悼 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 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 和我们一起谴责这种无耻的践踏人权 以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后来吴小勇被捕入狱 关了四年 多年后他接受香港商业电台访问的时候 记者问他说你是不是对这事还后悔呢 他表示说自己做了记者应该做的事情 同样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 曾经被评为中国最美丽的女性的杜宪 和他的同事薛飞 当时为了表达对六四镇压的不满 受到了整肃 虽然后来这个杜宪遭受了巨大的不公 包括他离开了后来体制内嘛 他们知道最挣钱的媒体了 中央电视台 离开了中央电视台 但是陈道明与妻子杜宪多年来不离不弃 身在演艺界 而且是大红大紫的这位陈道明 从来没有传出过绯闻 六四第二天 原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被中共说成是六四黑手的 方立志和他的夫人李书贤 进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 一年后 夫妇两乘坐美军飞机抵达英国 半年后又前往了美国 2012年4月 方立志先生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病逝 六四开枪之后 21名学生领袖被通缉 全国实行了大抓捕 在我们这个民族 再次蒙受巨难的时刻 香港同胞又一次伸出援手 通过黄雀行动 营救了数百名被中共通缉的学生领袖 和其他的民运人士 六四开枪之后 国际社会开始对中共进行制裁 老布什总统一方面是公开谴责 中共开枪镇压 并向海外参加支持689民运的这些中国人提供庇护 后来这前后总共发放了大概10万张绿卡 民间叫做六四绿卡 但是呢 老布什又秘密的派遣他的特使 国家安全顾问 思考克罗夫特 前往北京 告诉邓小平说 我们愿意继续跟你保持接触 六四后 在中国走向民主倒退的同时 同步在全球发生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东欧巨变 柏林墙倒塌了 苏联解体 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这些独裁专制走向民主的社会巨变当中 绝大多数都是温和与和平的 东欧和苏联的领导人 在学习了中共的先进经验之后 在面对人民对共产党的唾弃的时候 他们选择了放下武器 唯一使用暴力的罗马尼亚独裁者 切尔塞斯库 最后落得了被枪决的可耻下场 在中国呢 决定屠杀的元老们开始积极谋划他们的子女 分割中国的财富 而他们也小心的选择了一位 在六四期间很听话 执行中国元老命令 而且很懂得关心老同志 在中共的这个高层派系当中 在北京他还不太熟 这么一位地方主管来顶替赵紫阳的工作 这位地方主管就是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 根据中办的安排 5月29号 江泽民直接到北京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邓小平直接告诉他 担任中共总书记的决定 江泽民是再三推辞 说 哎呀 当总书记 我按这个小学生水平 邓小平的口气就有点不耐烦了 你小学生你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13年后 江泽民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 别人说你这个军委主席也别当了吧 他又再三推辞 不愿从军委主席这个实际权力上退出 2005年 美国人罗伯特·库恩写了一本书 他改变了中国 江泽民传 那么江泽民是一心一意来执行中共的既定政策吗 邓小平是怎样逼迫江泽民走回改革开放之路的呢 孔子说呀 似时而不惑嘛 但是中共建政走入他的40年之后啊 怀揣着消灭私有制理想的这些共产党员们 却开始了疯狂的私有财产的积累 开始了一段他意识形态上巨大的扭曲和困惑 究竟剩下的路怎么走 中共的改革开放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70年民族劫难 我们下回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